朱莉莉,我想问问你,我一月份要来NYU读书了,然后我们是在NYU的主校区,然后我爸妈也说要给我找人,就是我爸妈说要给我买套房,你有什么好的推荐吗? NYU,那回到我的大本营了,我原来的公司就在Broadway,13街,OK,那么NYU通常它是一个古称了,很多学生去这里去这个Film School,Hitch School,然后呢很多是有这个Person School,还有New School,还有Stream,全部一个总称。 所以我这里每一个院的学生,我全部都帮助过他们,那如果说走路直接到学校的,推荐14街,第六大道,100ES14,这就是太安全了,这是最热闹的地端,然后离学还要近,然后生活的性能非常方便,一居室大概是190多万左右,首选。 那如果说你说呢,我多走几分钟没问题,好,那我们可以走到Chelsea,Chelsea28街有一套新楼盘,The Mirage,我非常喜欢,215YS28街,这个楼盘的特点就是设计的非常精致,那出门corner就是FIT,那还有把FIT也可以包进来了,这里面的一居室现在大概150万左右, 两居室,两居室我也比较喜欢,而且我的客人他本身就是一位architect,所以他自己就喜欢了这个楼里的两居室在我这里买的,非常喜欢,非常漂亮,那么大概现在277万左右,也就非常适合父母来看你啊,或者是另外一套房间租出去来share, 我推荐这套房间租出去来看,然后呢,还有Maverick呢,你是往这个西边Chelsea,那另外一个呢,就稍往东一点点,就是nomad非常火的,比如说277第五大道,这个楼里面的一居室呢,是190万左右,然后两居室非常好的,也可以是share共享的350万左右,全新的马上可以过后入住。 还另外一个,就是我也非常喜欢的Rose Hill,它这里面呢,就是Rose Studio,它是600市左右,底价比较低,就是158万5起家,然后一居室呢,214万起家,还有大一居室呢,260几万,或者是在有这个两居室,就是27810万起家,所以这几个楼牌是我比较相对来说推荐的。